所以未来这一年里面 你手上如果没有AI的股票 那你赚不到钱 那其他的股票就很难做了 这是从股票的角度 会非常的聚焦 聚焦在AI 因为以这个火 它的挂项是离挂 那离挂呢 其实我们在讲叫做离中虚 但虚代表的意义就是说 它没有实体 比较没有一个 一个非常很明确的一个形象 但在2024年 一些看不到的产品或者是服务 它就有可能会变成 我们整个大环境的主轴 问一下献哥 未来的房市股市会有哪些变化 那如果从股票来讲 股票今年会好 但是这个好不是全面都好 会非常集中在AI 那为什么会集中在AI呢 我们看到最近 那台积电一天 竟然增加总市值一兆 那如果从股票总市值的角度来讲 2020年的3月25号那时候 台北的股市的总市值 差不多27兆多 到去年的年底 已经到60兆 所以这个60兆中间多出来的钱 就是这些有钱人增加的资产 所以过去三年的疫情 对一些穷人 对一些中下阶级的人 可能你的收入没有增加 因为你吃头肉嘛 但是你的老板 每一个人都非常有钱 所以台湾有钱人非常的多 那未来的股市就是AI的时代 不管是三年到五年 不要说看20年啦 那心灾骗骗的啦 那这一次AI呢 黄仁勋他讲一句话 他说是iPhone的2.0 那为什么iPhone2.0呢 2007年的时候 iPhone第一支出来的时候 那一年卖614万支 但是那一年的手机的霸主是Nokia 卖了4.37亿支 是苹果的70倍 但是从2007年 2008年 2009年 到2014年 Nokia的手机部门倒掉了 七年的时间就把他打败了 这叫做iPhone的革命 所以那时候我们常常听一句话 叫做一支苹果就台湾 有没有 就是你只要跟苹果概念股 后来就大陆的灰瓶概念股等等 所以完全就是手机的时代 那这一次的AI也是一样 这一次AI就是苹果的2.0 所以你看 现在台湾的股票 高科技股已经跟美国接轨 所以你每天早上起来 你要看NVIDIA 它有没有涨 有没有创新高 美超微有没有创新高 像上个礼拜 我美超微涨了三十几% 然后超微有没有创新高 都会连结到台湾的AI 所以未来这一年里面 你手上如果没有AI的股票 那你赚不到钱 那其他的股票就很难做了 这是从股票的角度 会非常的聚焦 聚焦在AI 那讲到房市来讲 那房市因为酒运离火 那离火火生土 所以理论上来讲 离火属于南方 东方街木 南方平定会 所以对台湾来讲 南部的房地产 还有可能有小涨 但不可能大涨的 未来的房地产 还有上涨的几率 但是已经不像过去的井喷了 没那个机会了 不可能就大气了 不可能 所以房地产 已经不是很好的投资工具 所以你可能在中南部 比如说我前几天 听到人家讲说 有一个地方 它现在还有二字头的 它去最多 比如说台北哪里 手拿 手拿是去年去最多 去去就四% 因为以后三英线要做嘛 然后那边就是还有二字头 一字头的都有嘛 那你现在五六字头 你要涨到哪边去 不可能好气了 所以理论上来说 你以后房地产 要做得比较少 股票比较少 聚焦在AI AI 它贯穿一整年 农年开运 一定要让大家知道 新的一年能否赚到钱 也是很多人关心的 对吧 我们首先问一下献哥 2024年的整体经济如何 有哪些投资标的值得 注意观察 好 国际的经济的话 差不多没有太大的变化 到处都在战争 到处都是水灾 今年年底美国的大选 绝对是利空没有利多 因为两个私自老人 再争取一个总统 哪一个人当选都是杂 所以明年很不好 刚刚老师在讲明年很不好 明年很不好 不然哪个私自老人 不许吹符楼 那你老师在讲说 2025年很不好 就是因为美国总统大选 之后的中美贸易 这一次会克征到 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六十的战争 所以今年就非常重要 从外在环境都不是很好 所以刚刚老师讲顺势而为 今年这个变化莫测 我们不能以不变应万变 应该以万变应万变 如果从股票市场的角度来讲 今年会很聚焦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今年到现在 成交有三天都超过四千多亿 那全部都集中在哪里 集中在AI 所以我们过去看到一个例子说 台积电迈向大航海时代 这个有一个典故 在1596年的时候 封城秀吉把德川家康 从郡府 郡府就是现在的靖岗 把他贬到江户 那时候的江户三万人 江户就是现在的东京 后来德川家康在 一六零六年取得政权之后 他就在江户东京开府 开府以后他也想不到 冯承秀吉也想不到 四百年之后 竟然东京闪耀的站上国际舞台 为日本帝国奠定三百年的基业 有人说如果历史可以重写的话 明成主不要电经北经 如果去找上海电经的话 那明朝清朝就不是所谓的大陆国家 而变成海洋大国 那整个世界整个历史都要改观了 因为大航海时期 所以现在台积电既然已经从过去的打台湾杯 美国杯 现在日本 德国 美国到处设厂 它已经航向一个大航海的时代 那从AI的角度来讲 它会独领风烧三五年 我举两个例子 2007年iPhone 它就是出来就是一个智慧手机的革命 很多人说你买不到一百万台 结果iPhone1就是2.5G的 卖多少614万台 那时候手机之王叫做Nokia 卖了4.37亿支 是iPhone的七十倍 经过七年之后 2014年Nokia的手机部门倒掉了 他总经理出来跟人家道歉说 我们没有做错什么 但是我们输了 那时候你如果去买苹果的人 到现在赚五十八倍 2011年当特斯拉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说不可能 怎么说 因为电动车 塞两百公里就要穿一次电 塞三百公里穿一次电 对吧 以为 但是你那时候如果买特斯拉的人 十年赚一百倍 所以这一次 就是所谓的iPhone2.0的革命 所以AI你就不能错过了 所以现在我们台湾 一千七百多档的股票里面 有百分之四十六说我是AI 以后我们任何人出去 如果你不讲AI的话 那你就落伍了 所以其实以后的AI 跟我们息息相关 你百分之八十的资金 完全集中在AI 那房地产可能就要保守 因为八运耿土走的是房地产 九运离火房地产 已经是只是一个固定赚钱 没有暴利的 所以以后房地产 就是我们的一些 所谓的刚性需求的 那些年轻人换房子的 所以房地产 已经不是最好的投资工具 以后还是集中在股票 集中在AI 你把所有的聚焦在AI 那你今年就是一个赢家 好 谢谢憲哥 好 来请教一下李勤老师 青农年哪些产业会最旺 首先第一个 那就是跟火有关的行业 那跟火有关的行业比方说像电子业 科技业 餐饮业这些都算是这个火的行业 但是刚刚有特别提到就是因为火他这个变化非常非常的快 而且他没有固定的形态 这就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电子业 科技业或者餐饮业在运营或者是他产品的这个模式 其实他变化的速度 就会非常非常的快 那我就会建议大家如果说要找工作 或者说要进行投资的话 那可以时时刻的关心这个行业里面最新的一些 一些这个发表 那第二个呢 就是跟电有关的产业 为什么跟电有关呢 因为其实在以前呢 这个是没有电的 那没有电的话 其实火他就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能源 那是一直到电发明了之后呢 这个火 这个能源的这个代表慢慢被电给取代 所以在二零二四年 这跟电有关的产业 比方说像是新能源 节能 环保的议题 那这些都会是在二零二四年 这个不管是政府也好 国家也好 甚至是整个地球也好 大家非常聚焦的一个新兴产业 那再来第三个呢 就会是个这个虚的这个产业 那这个虚不是那个虚 而且就是说呢 因为以这个火啊 它的挂项是离挂 那离挂呢 其实我们在讲叫做离中虚 刚才虚代表的意义 就是说它没有实体 比较没有一个非常很明确的一个形象 比方说像刚刚献哥有讲的手机 手机我们可以看到它长什么样子 但是在二零二四年 一些看不到的产品或者是服务 它就有可能会变成我们整个大环境的主轴 举例来说的 像是虚拟经济 虚拟经济包括什么呢 像是比特币或者是之前非常流行的NFT 这些或者是网络交易 或者是现在台湾 台湾朋友很喜欢用的LinePay 这些都是虚拟经济的一环 那除此之外 像命理还有宗教 它也会是一个新兴产业 那除此之外 像刚刚有讲到了AI 元宇宙这些通通都算 那最后呢 就是新兴的这个产业 也是首女的产业 因为如果说我们以这个八卦 八卦每一个卦商 他都有代表一个特殊的一个族群 那因为这个黎卦呢 他代表的是中女 中女 简单地讲就是首女 那如果真的要我为首女定义 一个年龄段的话 以我的一个角度来看 就差不多是三十岁到六十岁这之间 那因为现代的女性呢 其实工作能力啦 自我意识啦 她们很清楚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所以针对首女这部分 比方说他们越来越注重自己的体态 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外表健康 所以在医美啦 保健啦 健身啦 那包括是育儿 那最后呢 比方说像是旅游 那旅游的话 现在人越来越追求 我要精致化的旅游 我不一定要追求便宜的 但是我要追求CP值高的 那这一类的这些产业呢 都会是在今年 甚至是往后二十年 那个大环境的方向提供大家作为参考